俄罗斯总统普廷已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州 顿内茨克·鲁干斯克独立 派军进驻为和为民 24日对乌克兰进行大范围军事行动 此事迎来西方民主阵营国家谴责 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 将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制裁 乌俄两国为何走到今天的局面 俄罗斯为何又不顾世界各国反对 强行攻打乌克兰 话说1991年8月 苏联解体之前 乌克兰还是苏联其中一个加盟共和国 由于庞大农业产业与重要的黑海港口 当时境内还有大量核武器与高端军工制造业 乌克兰一直是苏联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组成 在苏联解体并宣布独立后 乌克兰人与俄罗斯在能源与安全上保有密切关系 俄罗斯一直想要拉拢乌克兰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 只是2013年乌克兰打算与欧盟签订政治与自由贸易协定 让俄国非常不满 当时亲俄的乌克兰总统杨努科维奇 据传在俄罗斯的压力下终止与欧盟协商 让乌克兰亲于西方阵营发动大规模示威抗议 2014年 亚努科维奇在国内反对声浪中下台 但俄罗斯策动乌克兰内乱 导致乌东与俄罗斯交界的顿内茨克 卢干斯克两周宣布独立 同年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 也透过公投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这也展开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长达8年的冲突 据统计至今已经造成约14000人丧生 面对世界超级强权的威胁 乌克兰寻求西方民主阵营的帮助 并有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简称北约组织 这是美国与西欧民主阵营在1949年成立 幼然在冷战时期对抗东欧与苏联共产国家的策略组织 只是苏联解体后 北约仍持续存在 并收编冷战后民主化的东欧各国 根据规定 北约全国遭第三方入侵时 全体成员将共同对抗 美国也有驻军在北约成员国并部署武器 这样的用意是防止解体后的俄罗斯再度崛起扩张 但俄罗斯也是北约唯一大被刺 基于上述地理与战略因素 俄罗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着乌克兰与他奋倒扬镳 转向西方阵营 人间福报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德国 view